作为小米的销量顶梁柱系统 如今Ledme Note系列已经是一年两款产品 小米在去年5月发布了Ledme Note 11T系列 去年10月又发布了Ledme Note 12系列 Ledme Note 11T系列是性能小旗舰 采用天玑8100芯片加LCD屏的组合 Ledme Note 12系列是体验小旗舰 用的是天玑1080芯片加IoED屏 其中Node 12探索板还搭载了210万款充 近期Ledme Note 11T系列的迭代产品Ledme Note 12T系列 其中一款型号为23049Led8C的机型 已经通过了工信部的进网许可 据数码博主爆料 Ledme Note 12T系列和上代11T系列在配置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不会再搭载联发客的芯片 预计会首发高通的新款4nm芯片 第二代骁龙7 第一代骁龙7基于台积电4nm工艺 是骁龙778G的升级换代产品 于去年5月份发布 第一代骁龙7采用1加3加4三层级的CPU架构设计 由一个主频2.4GHz的A710超大核加3个2.36 GHz的A710大核加4个1.8 GHz的A510小核组成 GPU为A3A644 性能方面第一代骁龙7的比骁龙778GPU高约15% 经过实测搭载第一代骁龙7的OPOLIU 8 Pro 安兔兔跑分成绩为56.8万分 搭载天机8100的Ledme Note 11T Pro在80多万 两者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Ledme Note 12T系列首发搭载的第二代骁龙7 能不能打得过天机8100或者8200值得期待 其次是屏幕 Ledme Note 11TPU使用的LCD屏 在这款Ledme Note 12T系列新机上 LCD屏也没了 会改为6.67英寸1080P分辨率的YED屏 其他配置上 Ledme Note 12T系列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 加800万像素广角加200万像素微距三摄 电池容量为5500mAh 支持67万快充 Ledme Note 11T系列包含Note 11T潮流限定版 Note 11T Pro和Note 11T Pro加三款机器 根据目前的消息 Ledme Note 12T系列不会再有Pro加版本 预计只有Ledme Note 12T和Note 12T Pro两款机型 Ledme Note 12T系列不再重新联发科 而是改用高通的第二代骁龙漆芯片 上代机型的LCD旗舰直屏也消失不见 Ledme Note 12T系列的配置改动 注实让人有点摸不住头脑 高性价比是Ledme的看价本领 Ledme Note 12T系列当然不会丢掉 Ledme Note 11T Pro和11T Pro Ledme Note 12T系列有望延续这样极致的定价 分别为1799元和1999元 Ledme Note 12T系列有望延续这样极致的定价 去年5月 卢伟斌表示Note系列全球累计销量已超过2.8亿台 Ledme Note 12T系列能否帮助Note系列在上一个台阶 让我们拭目以待 Ledme Note 12T系列 Ware